默克多的应该是基民们的 他们是欧洲纯粹的保守派 他怎么可能是抵抗民粹的代表 他制定的国策 他收容难民的国策 基本上是有政治基础的 一个国家达成了共识之后 决定的一个 他收容难民之后又拒绝 然后这些都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都是基于整个国民的共识的 德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 他是一个恶战之后 迅速从会西中占起来国家 而且他是和平完成统一 整个德国国家 德国人是几乎是欧洲里面 最聪明的一个国家 一张恶战他们都是很不幸的失败了 但是他们治理国家的经验 都是很老道的 你们不要简单的理解 他们收容难民的行为 你想想看 我们中国就为了收复台湾 然后搞了几十年 都还没实现了 人家轻而易己的就把东德给和平统一了 不费一兵一卒 不要轻易的看不起德国的统治者 不要看不起莫多克 莫多克连任了四次 在民主国家里面 能够连任这四次 我觉得实在是太牛逼了 莫多克是有极大的基本盘的 他的做出的每个政治决定 都是衡量了整个国民的需求之后 做出的决定 你们不要老是理解为 这是莫多克个人傻逼的 这是他作为政治家做出的个人行为 不要总是寄人忧天的去考虑欧洲国家的事情 我们领导人都说了 不干涉他国列政 你们整天就是去热衷于讨论这个欧洲 立化的问题 是不是很有点奇怪的呢 要整天去议论别的国家的一些措施 人家每个国家都是基于自己的国情 制定了一些国策 对和不对自然交由历史检验了 不伤害到我们 不影响到我们 那么他们干什么都是自由的 欧盟一直以来都是跟中国关系特别搞得特别好的 不是特别差的一个联盟 对中国基本上 欧盟对中国基本上是带有很大的善意的 一直推动着支援着我们的中国的改革开放 推动我们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 一个有益的政治的势力 这些年来帮助我们很多各个方面 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 外交领域 不要动不动的就瞧不起欧盟 采取一种敌对的措施 没有看到别人对你的善意 这是不应该的